李希子唐朝杜光廷有写了一本书 是有关仙家的书 这个书名叫《雍城吉仙路》 里面就有记载李希子这个人 李希子进东平太守李宗祖母 祖母也不知信事 那么这个李宗他的祖父 这个围观 节操非常的好 叫《真结丘缘》 这个真结就是他的节操 那丘缘就是他过影机的生活 影翼就是过影机的生活 那么这个李宗的祖父呢 本身呢 他的本性很善良 性多慈敏 很慈悲 有悲悯心 性多慈敏 那么以应得为事 他喜欢基因的 做应得的事情 就是我们所说的 为善不宜人知 所以了凡事里面也有讲啊 扬善享世民啊 你做善事让人家知道呢 大家给你表扬 大家给你赞叹 那也是一种福报 扬善享世民呢 应得天报之 你做应得的事情呢 上天呢会回报你 所以这个李宗的祖父呢 都是基功雷德 基因德 所以基因德的人呢 他本身呢 就是世上就能够做到 《金刚经》里面讲的 行一切善 礼一切相 佛陀一再教诲我们呢 做善事呢要行一切善 礼一切相 行一切善礼一切相呢 就是破你的执着 执着最难破嘛 执着一破呢 他就出三戒啦 那怎么样才可以出三戒呢 一定要有戒定会 这个功德 所以你只要破执着呢 事上就是修得 我们说呢 修得有功呢 信德方显 那么修得呢 就是要 行一切善 离一切相 那你就可以做到 《金刚经》里面讲的 不知色生相为出法不失啦 那你信德显现出来 信德就是我们的戒定会 那就是智慧啦 所以呢 修因德呢 基因德 为什么它果报很大呢 就是因为 它能做到《金刚经》里面讲的这个境界呢 三轮体空 没有偶像 没有人像 没有众生相 没有受责相 这个是最难修的 一般呢 行善呢 都喜欢让人家知道 尤其我在修学的过程里面呢 其实我也看到很多 没有学佛的我们就不用说了啦 但是有学佛的呢 还是放不下呢 这种明文力啊 明文力啊 所以呢 总是没有办法修行成就呢 就是不能够破掉这个执着 也就是它不能够 即向理向 那么 西子梅以一字 就是里西子呢 他 常常会发愿 就是梅以一字 一字就是 就是发愿 勿以救人 他发的愿是什么愿呢 他就是要救人 所以这个人是菩萨 勿以救人就是 恋恋就是想要救人 大雪寒洞露 有时候 天寒地洞的时候啊 尤其是在中国北方啊 这个 一定会有这样 天寒地洞的这种气候 他们是大雪寒洞的时候呢 路上都被雪覆盖嘛 那这个鸟啦 动物啦 就没有东西可以吃啦 整个稻田啊 整个田脸都是血啊 那动物就会饿死啊 那怎么办呢 你看这个里西子呢 鸡到鸡骨以圆庭 他就在自己家里面的庭园啊 他就放了很多的稻米 稻骨 给什么 给这些鸟来吃 鸡到鸡骨以圆庭 孔禽鸟饿死 他就是担心呢 这些动物呢 这些鸟呢 会饿死 起用心呢 如此 你看他这么有慈悲心 到这种地步 今得到呢 额基华阳洞 那后来他修行成就呢 他得到 应该是修仙家的 他得到 得到以后呢 他就基华阳洞 华阳洞呢 据说呢 是传说中 神仙所居的洞府 在哪里呢 在江苏省 聚龙县 茅山之大茅峰下 的这个宫中 的这个宫中 那么这个呢 李希子的故事呢 也有编入正统道章 动神部普路 普路类里面 也有记载这一段 啊 啊